阿强是一个很宝贝的孩子,从小就被父母亲管得很严,但是,他最怕的不是他的父亲,而是他的母亲连姐。 连姐,对阿强的保护和疼爱,可以说是过分的,他总是担心着阿强会跟着他叔叔们的脚步,去追求一些不好的东西,比如酒和赌博。 为了让阿强远离这些坏习惯,连姐样样为他做,样样为他决定,阿强从小没有什么大的愿望, 因为她的一切都由连姐决定,她的职业选择,学习方向,甚至是朋友圈子,都是被连姐筛选过的。 有时候,阿强会感觉自己就像是连姐的傀儡,一切都没有自己的选择权,但是,阿强也知道,连姐做这一切都是出于对自己的爱。 他记得小时候曾经有一次,和几个同学一起偷偷跑去玩游戏,结果被连姐发现了,连姐非常生气。 但是他没有责骂阿强,而是把他拉到一旁,认真地和他说道, 阿强,妈妈只是不想看到你沉迷于这些游戏中,因为那对你并没有好处,妈妈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。 阿强看着连姐认真的表情,心里既感动又后悔。 如今,阿强已经长大成人,但是他的母亲对他仍然像当初一样的呵护。 有时候,阿强也会想,如果当初没有连姐的过分保护,也许自己会更有勇气去追求自己的梦想。 但是每当他回想起小时候连姐的爱和关怀,他就会觉得,自己也许并没有错过什么。